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8月24日星期一 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大量大规模的搞军演 几乎在所有的沿海领域都在搞军演 从南海到台海到东海到渤海黄海全面军演 就在8月份中共宣称有差不多10场军演登场 各种海事局都在发通告 什么山东海事局 青岛海事局 联名港海事局 到下来广东海事局 海南海事局等等 还有上面的唐山海事局都在不断的发通告 什么8月24日 8月26日 或者是到9月底 甚至到9月30日 又是什么实弹演习 实战化军演 设计范围是什么什么等等 又会是抢摊登陆 再加上 在中印边界还处在严重对峙 尤其在攀工错虎一带 双方都是兵力重兵对峙 所以说现在的习近平 现在的中共 现在他所领导的所谓解放军 摆出了一副不仅是全面备战 而是全面开战的架势 这种把中国所有沿海地区都全部处在军演和炮火之下 这种情况 全面备战 或者是全面开战的情况 使中共见证所谓71年来还真是前所未有 这反映了习近平深重的危机感 或者说不安全感 他认为他招惹了美国 美国随时会对他动手 因此摆出一副这种全面抵抗 或者是全面进攻的架势 但是习近平又仿佛是一个强迫症患者 一方面害怕美国来进攻 但另一方面又到处惹事 不仅在中印边界持续的惹事 还在南海 台海主动的挑衅 所以这让外界很难解释他心里就正在想什么 但是他想的是可能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不断的在南海挑衅这边国家 不断的在台海之势 惹事来威胁台湾 因为是进攻的一招 这样是不是能下退美国 下退台湾 当然他取得的是一个反效果 那就是美国 台湾 印度 周边其他国家 对他越来越紧密的包围态势 就在中共搞这种大量 大规模 全方位 大面积军演的时候 密集军演 美国也启动了他两年一度 或者是一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 而美国今年的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 是从8月17号到8月31号 就是中下旬 现在今年是参加环太平洋军演有10个国家 包括美国 法国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新西兰 澳大利亚 文莱这些周边国家 本来前些年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 也曾经邀请中共军队参加 但是在奥巴马后期 因为中共实话不算数 而习近平当面欺骗他 说不会在南海搞军事化 结果背信其义 背着奥巴马和美国就在南海搞军事化 因此奥巴马时代美军就把中共踢除在外 开除在环太平洋的军演行列之外 现在凡是举行环太平洋军演都没有中共的份 而中共就假装在外围派一些监测船或者特务船 予以监视 或者是窃听收集一些情报 今年由美国领先的这次环太平洋军演 总计有22艘战舰 一艘潜艇 5300名官兵参加 就在中共大量和大规模军演并着扰作台湾搞军演的同时 在台湾有几项民意检测 表示民众非常安心 股市也稳定 不在乎中共的威胁 一项民调显示 58%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共不会武力攻台 认为他是虚张声势 而另外一项一项民意军演表示 80%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共是虚张声势 不会武力攻台 多数台湾民众之所以不相信中共会武力犯台 认为他是虚张声势 不仅是对台湾的国防有信心 而且台湾的民众对美胎协访有信心 更重要的是对中共这种心理战也有所撕破 实际上中共也时不时的露出马脚 比如说尽管中共对台湾大搞什么南北军演 搞台海军演 还不断的闯中线 但是他这个鹰派的 强势的《环球时报》居然又发表社论 说是在美中台三方都不开第一枪 应该是一个底线 实际上就在劝告 说是任何一方都不要开第一枪 不管是台军 还是共军 还是美军 不要开第一枪 以免事态失控 也就是说他还是怕开战 他之所以要去武力的搞台湾 武力恐吓台湾 除了在给台湾告成心理战之外 最重要的是习近平要在国内制造宣传 表示中共是多么的强势 多么的不怕 跟美国硬抵硬 还有呢 对台湾是随时可以去攻打 在拿下了香港之后 搞香港二次回归 回归共产党 被共产党的铁蹄 恶法 港版国安法所控制之后 下一步要攻打台湾 这是习近平在国内为他自己造势 以便为他的所谓长期执政 终身执政 这种痴心不灭继续造势 《环球时报》这篇社论所透露的是中共的一个虚弱的心态 那就是他非常怕美国 怕美军 因为在这个视频中把美国跟台湾列成同一方 而中共是对立面 要美台双方跟中共之间的对立 所以中共最害怕的是美国 美军 所以他发出了这个信号 实际上表面说给台湾听 实际上是说给美国听 因为不管是共军还是台湾的国军打响了第一枪 战斗都会打响 而美国就找到了借口 找到了理由 找到了机会来教训中共 而昨天8月23日是金门炮战58周年 作为中华民国总统 蔡英文亲自飞往金门 在那里平调将士 缅怀先例 参加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随同他前往的还有73名当年参战的官兵 他们都已经年老 另外还有大批的官员 包括国防部长 陆军上将等等 另外最引人注目的是 这次美国驻台办事处的处长利英杰 也随同蔡英文前往金门调研 因为在当时的金门炮战 毛泽东开始突如其来的 指挥中共的炮兵 对金门进行密集的炮轰 后来当时是蒋介石 国民党政府固守金门 最初期付出重大伤亡 但是最后反制中共 给中共造成更大的伤亡 而且守住了金门 当时美军协访国军 在后勤 正元方面协访国军 还有两名的美军因此阵亡 更多的是国军官兵的阵亡 这次非常罕见的是在58年的金门大战炮战纪念日中 首次出现了美国的代表 这显示了在现在这个时期 这个敏感的时期 美台协访的提升 美台同盟关系的提升 可以显示美国跟台湾共同抵御中共 共同给中共发出的强劲信号 在美国继民主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之后 共和党也将举行全国代表大会 就是在今天开始 从8月24日到27日 每天晚上都会用远程 或者是现场这种混合方式举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会上有的在华盛顿 首都华盛顿 有的是在北卡罗那州的下落特市 就在今天在共和党代表大会开幕的前夕 川普政府发布了他的第二任期的施政纲理 涉及到很多方面 主要的方面就是要提振经济 说在头十个月要争取为美国人创造一千万个工作就业机会 另外要从中国那边撤回制造业 至少撤回相对一百万个工作机会的制造业 另外说是如果跟中国把这些工作 外报到中国这些公司 就要禁止他们获得联邦政府的合同 另外川普政府也誓言要在2021年 也就是下一年 全面的结束大瘟疫的肆虐和影响 使美国完全恢复到常态 另外第二期的施政纲理还提出到 美国要建立强大的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 而中共在这份川普政府第二任期的施政纲理 他最大的重点是要中国 就是共产中国对大瘟疫的流行负责 负全责 也就是说川普当选连任之后 要全面的向中国 共产中国追究责任 不排除政府级别的追债索赔 川普政府的这份施政纲理 跟民主党大会的基调形成了很大的对照 截然不同的对照 因为民主党代表大会很少提到中国议题 更没有提到对中国追责的事情 当时美国的国务院蓬佩奥都说对此感到吃惊 所以民主党没有把焦点对准共产中国 民主党现在的手法是聚焦于国内选举 他尽量少提中国 少提中共在大瘟疫上面的责任 包括它的制造隐瞒和传播 他主要提川普在应对大瘟疫的时候 按民主党的说法是无能或者失败 或者是要负责任 因此民主党的策略 拜登的策略 想利用这个话题尽可能把责任压在川普头上 那在川普政府头上也争取拜登和民主党的胜选 但是也不排除 假设民主党拜登胜选的话 也不排除他会把事实再接出来 就是倒过头去重新把问题挑明 就是中共制造隐瞒并传播了这场大瘟疫 而对川普和共和党来说 现在就要把这一点挑明 不仅仅是说对他的竞选有利还是不利的问题 而是他们执政所掌握的信息机构 情报机构非常清楚的了解 就是中共制造隐瞒和传播了这场大瘟疫 中共就是应该对此负责 而且负全责 所以可想而知 这次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它的主题之一 或者说重大的主题之一 就是反共 反对共产中国 继续的抵御和反制中共 而且要逐渐提出对中共追债索赔这个事情 那么这就跟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形成一个对照 那么这两个代表大会举行之后 究竟民意如何走向 或者说民众更支持共和党和川普 还是更支持民主党和拜登 那么在接下来几个月会见分晓 尤其在11月3号美国大选投票日之后 就能够见证和揭晓美国的真正民意 所以美国的这一次大选 这场大选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 又是对美中关系的全民公投 所以意义重大 甚至可以说得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白俄罗斯民众继续大规模抗议和抗争 昨天8月23号 20万白俄罗斯民众再次走上首都明斯克街头 要抗议选举舞弊 要求因会选而自行宣布当选连任的卢卡申科下台 那民众是圆街站立 他们是手持黑白相间的反对派的旗子 那当局卢卡申科不仅是有警察 现在他觉得警察靠不住 调集了大量的军队 也就是国防军进入首都 谎称要保护古迹 说防范古迹 遭事冲击 这些古迹指的是二战纪念碑等等 独裁者镇压人民可以找得出任何理由 这是白俄罗斯的独裁者卢卡申科找的一个理由 另外 卢卡申科为了防范民众更大规模的聚集 就学去年香港特区政府的做法 关闭了明斯克首都的地铁站 而卢卡申科本人仍然是态度强硬 虽然前两天他假意表示修改宪法 或者说可以考虑重新选举 或者说跟反对派分权 但是他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一个会谈之后 显得态度愈发强硬 当他跟普京会谈和密谋完毕之后 他乘坐他自己的军用直升机回到明斯克 回到他的总统官邸 在这个总统官邸的空地降落的时候 尽头发现他全副武装 穿了一身军装 而且他手上还持了一支AK-47自动步枪 还拿起来笔画 一会儿举高 一会儿举横 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 似乎要向民众开枪 然后周围有一些保镖 但是紧跟在他背后的保镖 实际上是他的儿子 16岁的儿子也全副武装 装了一些弹夹 拿了一些步枪 似乎要战斗 这说明卢卡申科连他的保镖都不完全信得过 要他的亲生儿子 只有16岁的儿子来做他的保镖 卢卡申科得到了普京的支持 又用国防军代替警察 来帮他维护秩序 那么他是否会对民众开枪 实施类似1989年中共式的六四大屠杀 现在外界还吃不准 因为白国民众说 这个卢卡申科疯了 也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另一方面 白俄罗斯的邻国 他们的民众和政府继续伸援白俄罗斯 在波罗的海三国 在立陶宛 昨天8月23日 数千人组成了30公里的人列 手拿手来伸援白俄罗斯 因为8月23日实际上是1989年 8月23日的31周年 在1989年8月23日那一天 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 拉特沃亚 爱沙尼亚 数百万人 手牵手组成了一个600公里的长链 他们要求自由 要求独立 脱离苏联 当时向全世界发出了自由的信号 那是中国发生了规模巨大的八九民运 而当时共产党实施大规模屠杀 镇压了中国民主运动之后 在欧洲极其的强烈的反应 东欧随即就结开了巨变的序幕 而巨变的最初就发生在波罗的海三国 就是立陶宛 爱沙尼亚 拉特维亚 他们当时组成的人列在世界留下了一个人文痕迹 那就是在去年 当香港发生大抗争的时候 立陶宛和波罗的海三国也组成成千万人列来声援香港人民 今年他们组成人列 在8月23日这一天组成的人列是深远白俄罗斯人民 要向白俄罗斯人民深远他们的自由 而且带白俄罗斯人民发出他们的自由呼声 而在昨天立陶宛30公里长的人列中 连他们的总统都亲自参与 就是立陶宛可以说是朝野 民间和政府同情一致的深远邻国白俄罗斯 因此可以看到 自由 普世价值是人类的共同的理想和梦想 无论是1989年的中国 还是去年 今年的香港 还是现在的白俄罗斯 或者说1989年的波罗的海三国 还有东欧八国 他们都是同样一个心意 同样一个理想 要自由 要民主 要恢复他们与生俱来的人权 被独裁者剥夺的人权 要捍卫和保持他们做人的尊严 前几天 中共总书记在中国国内声称说要杜绝餐饮浪费 说是浪费惊人 令人痛心 然后就发了一系列的指示 全国兴起所谓节约风潮 这个指示一下来 全国就一阵风 现在各种怪现象都登场 一个是餐馆说是要限制点菜 要N-1N-2 三个人吃饭点两个人的菜 十个人吃饭点八个人的菜等等 还说有些大餐馆要设置点菜师 专业的点菜师 帮助点菜 特别是那些宴会或者是大宾馆 还有一些餐馆甚至说称体重来就餐 根据人的体重给你供应多少饭菜 另外在一些大学说是学生不能浪费菜 如果发现剩菜剩饭 要割发他的奖学金 或者不给他奖学金 另外在电视或者自媒体上本来有一些娱乐节目叫做吃播节目 或者吃播文化 显示大胃王能够吃多少 这本来是一个各国各社会都有的节目 现在说也要取消 现在有些餐馆就抱怨 有些餐馆老板说 听到说节约当然是好 但是现在租金也在上涨 员工的工资也在上涨 这些物价 肉价 菜价都在上涨 你怎么叫我做生意 我不可能做亏本的生意 所以有的餐馆还是当耳旁风 实际上习近平这种号召实际上是拍脑袋 掌官意志 是背离市场经济 是一种主观决策 还是人质的特色 跟毛泽东时代一样 毛泽东时代也讲反对浪费 节约光荣 浪费可耻 也是号召要节约 然后甚至毛泽东时代一些号召给人感觉也是似是而非 听上去有道理 实际后来发现根本就是符合小道理 不是符合大道理 比如说毛泽东时代叫这些学生 学字要缩短 教育要革命 说是学工学龙要学军 甚至嘲笑知识分子和学生 说是尸体不勤 五孤不分 就是说你不会种专家 你不会做工厂 你怎么是个人 听上去有道理 当时民众都觉得这话讲了有道理 你连五孤杂粮都分不清楚 你能够算一个正常人吗 然后你是史读书 连生产打仗都不会 这算是一个人吗 他就不知道一个更大的道理 就是社会分工不同 有人教书 有人做科研 有人做发明创造 有人务聋 有人是在工厂劳动 还有人是当兵 这是社会分工不同 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 但是毛泽东那么一说 唬住了很多人 果然这些学校就学工学龙又学军 把学习都丢在一边 教育都荒废 而科技也是一摞千丈 今天习近平这个说法也差不多 听上去有道理 符合小道理 是啊 不应该浪费 是应该节约 但这个浪费和节约是怎么造成的 他仅仅是一个领导人应该号召或不好召的事情 实际上跟社会文化 社会风气 跟一个制度有关 比如中国跟美国比 在中国餐馆吃饭 一般人都不打包 在美国餐馆吃饭 一般人都打包 这是美国人自觉的习惯 就是养成了一个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而且不打包 觉得过意不去 把食物扔在那里 但是在中国反过来 觉得打包好像是面子不好 尤其请朋友和亲戚吃饭 还要打包带走 感觉不好 所以这是两个社会的风气 也可以看出制度 或者是长期以来制度价值各方面造成的一些后果 但是运动式的 一阵风式的是否能解决问题 因为这里面也涉及了一个大经济问题 如果你号召要称重 又是要限制点餐 那餐饮业怎么办 中国的餐饮业已经遭遇了大瘟疫的浩劫 可以说已经是生意惨淡 这个时候还叫人不要点菜 不要浪费 要节约 要称重 要N-1N-2 那餐馆还做不做生意 如果餐饮业兴旺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刺激经济 那么整个经济都会得到好处 如果餐饮业因此受到打击 低落 甚至是裁员 那么对经济又是另一种打击 所以习近平这个做法完全是拆东墙补西墙 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市场经济的原理 还是毛泽东那一套思维 就在习近平宣称不要搞餐饮浪费的时候 听上去有道理 实际上这里说明两件事 一个是官场一直在浪费 就像他宴请金正恩那时大吃大喝 大摆扩厂 桌子都不知道多少米宽 十几米都亮不过来 还有一车皮一车皮的载走 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他所透露的是中国的粮食危机和粮食缺口 实际上这里面就说了三件事情 一个是大瘟疫 一个是大洪水 导致了粮食减产 粮食欠收 但是习近平当局却通过王沪宁掌控的舆论宣传 宣称 粮食丰收 下粮丰收 比去年又增产 完全就是毛泽东时代所谓形式大好 不是小好 而是大好 只是暢好 另外一点 粮食短缺 粮食危机跟中共 共产中国的外部环境的恶化有关 那就是现在不仅是美中对立 美中贸易战 而且中共倒行逆施 让中国陷于世界孤立之中 其他国家任何时候都可能中断对中国的粮食出口 因为中国至少30%以上的粮食依赖进口 像主要依赖从越南 从泰国进口大米 还从美国 从俄罗斯进口大豆玉米等等 一旦国际社会卡住脖子 那中国就会出现严重的粮荒 甚至饥荒 第三点 习近平在说这个话的同时实际上是备战的准备 一种像毛泽东所说的备战备荒 后面有个所谓为人民 但不是为人民 备战备荒 为中共 为权力 现在习近平又在搞毛泽东的备战备荒 因为他跟周边国家都要摆出一副全面开战的架势 现在的大军演就是沿海兜军演 按时的信号就是要全面开战 准备全面开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 粮食的供应就会优先军队 就跟北朝鲜先军政策一样 习近平一定会抄金正恩的作业 那叫先军政策 优先供应粮食 供应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会进一步的出现粮食短期 粮食危机 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只是习近平没把话说明而已 中共的一些御用专家无形之间录了底 有一些专家说到2025年中国粮食缺口会达到1.3亿吨 他不说今年 他说2025年 似乎让人们不要产生惊慌感 结果激起了民众的关切和网民纷纷的议论 结果中共又出来通过按照王沪宁的说法 叫做语言包装 极权主义美学 或者说中南海语言化妆师 结果一把语言换成说 粮食短缺不等于口粮短缺 又换了个词 然后安定民心 其实运用学者那个话无形之间就漏了底 中国出现了粮食短缺 而不仅仅是2025年才会出现 现在就已经出现 实际上 习近平既然要学毛泽东 就必然把毛泽东时代的东西都有可能走一遍 比如说在一定程度上回到文革 回到毛泽东时代 搞阶级斗争 搞党内大清洗 搞政法系统的大清洗 这在另一种形式 回到毛泽东时代 还有王滬宁篡改教科书 对文革史 对六四历史都篡改 也是回到文革 现在粮荒或者暗示的饥荒也是回到毛泽东时代 因为毛泽东时代搞过一个大跃进 号称要赶英超美 结果大跃进之后就是大饥荒 饿死4300万中国人口 现在习近平上任以后 跟王滬宁互蒙搞了一个中国制造2025 号称要超过日本和德国 要赶上美国 这是习近平式的大跃进 最后在美国的贸易战中被迫放下 那么这个大跃进过了 王滬宁还导演了一个片子 叫《厉害了我的国》 大唱战歌 跟毛时代也一样 结果收敛了之后 现在突然就发出信号 有粮荒 有粮食危机 有粮食缺口 也就是说粮荒暗示的和预示的就是饥荒 另一种形式的饥荒 当然不可能跟上世纪六十年代完全相同 但是它是用另一个形式的 二十一世纪的 或者说具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一种饥荒 大饥荒 实际上习近平向全社会预告的可能的粮荒和可能的饥荒也是他自找的 就跟毛泽东时代一样 把中国人民大量的生产的粮食送到亚非拉 而中国人民捏着腰带过日子 另外又跟周边国家对立 跟苏联全盘对立 另外又跟美国打仗 使美国制裁和孤立当时的红色中国 中共又宣称是帝国主义的封锁等等 总之导致了大崩溃 大饥荒 今天的习近平是一样的做法 只是换了一些形式 那就是通过贸易战 大瘟疫 通过在新疆搞集中营 在香港推恶法 港版国安法等等一些措施 把自己陷入一个孤立的状态 被美国和国际社会日益紧缩的这种孤立 在这种孤立状态下 习近平感到了全方位的不安全感 其中一个就是手中无良 心中乏慌 这跟毛泽东当年自讨苦吃 自找麻烦 惹火烧生 萤火自焚 如出一辙 最后跟大家讲一个段子 话说习近平 李克强 王沪宁三人到餐馆用餐 他们分别是总书记 总理 书记处 常务书记 来到餐馆门口 餐馆宣布按体重进餐或就餐 先是王沪宁过蹭 一蹭六十斤 服务员满脸对笑 说请进 里面请 然后到李克强 一蹭一百三十斤 服务员面带微笑 说请进 里面请 然后到了习近平 一蹭 哎哟 不得了 二百斤 服务员满起面孔 说对不起 你体重超重不能进餐 习近平急了 我饿了 怎么不能就餐 服务员说 饿了也不行 饿了你正好减肥 这是我们的规定 习近平一急 顾不得暴露身份 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总书记 服务员说 我不管你是总书记还是总会计 反正这是我们餐馆的规定 你不能进去 结果餐馆老板停到前面吵了 就出来打圆场说 算了算了 来的都是客 让他进去 让他进去 然后习近平终于被领进去了 进去一看 王沪宁给安排了一张大桌子 李克强给安排了一张中等大小的桌子 而习近平被安排在一个角落里 一个小桌子 很憋屈 过了一阵 服务员开始上餐了 先给王沪宁上餐 七盘八碗 鸡鱼单面 样样都有 王沪宁看说 哎呦 这么多 我吃不了啊 服务员说 吃不了也得吃 服务员说 这年头到哪去找像你这样的好顾客 看你瘦的 猴子不像猴子 野鸡不像野鸡 瞎子不像瞎子 像你这样的好顾客 简直成得上贵客 你不吃谁吃 你都不多吃一点 我们这生意还做得下去吗 王沪宁张红着脸 争辩说 但是我实在吃不完啊 服务员提高声音 吃不完都坐着打包 王沪宁吓得赶紧缩着脖子 开始喝汤 服务员转头又给李克强上餐 两菜一汤 李克强心安理得的吃起来了 轮到了习近平 他坐在一个角落小桌子后面 等了半天都还没有上餐 饿得他抓耳扰塞 终于上餐了 服务员端着一个大盘子 热气腾腾的 还拿了一个小瓶 看上去像酒瓶一样的小瓶子 习近平高兴了 搓搓手 有大餐吃 还有酒喝 这下可好了 服务员放下盘子和杯子 习近平一看 偌大的盘子里只有一块食物 定睛一看 是一颗包子 而且是一颗小笼包 再看那个小酒瓶 里面只有一滴酱油 习近平心已沉 但是肚子实在饿得慌 不管了 心想 有的吃 总比没的吃好 这样开吃 却发现没有筷子 他急得大喊 服务员 你怎么不给我筷子 筷给我筷子 服务员说 给你了 习近平说 在哪儿 服务员说 你看不见吗 就在你面前 习近平低头一看 这是筷子 这筷子小的 这是什么微型筷子 实际上 服务员给了他两根牙签当筷子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